想要把人爱你 你爱 你爱心爱自己 拥有近16万粉丝的IG创作者 九力主题主要跟正面心理学 心灵鸡韬 吸引力法则有关 希望用短影片的方式 带给观众生活中的正能量 我觉得很多的 网路上的创作者 很多没有做到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所以我很希望 带给这个社会更好的影响力 而且真的让他们看到说 我们是影响者 当然内容得更贴近生活 更能引发共鸣 同时也得跟上潮流 像是去年 他就曾拍过一部 关于Dilulu的影片 跟风把国外正流行的趋势 让更多人知道 我那时候发现就是这个现象 就是Dilulu So your dreams can come true Lulu 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虽然我是用be delusional的方式去讲 但是我其实也很害怕 大家会扭曲说 这就是要 假装我已经有100万了 然后就是出去就是很拽地说 我有百万富翁 所以我想要用一个更理智的方式 去呈现这个Dilulu风潮 让大家知道说 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心智 去改变你的一生 在TikTok上搜寻Dilulu这个词 可以发现到它的标签 已经达到了56亿次的观看 而其实Dilulu 它是取自于英文 Dilution 也就是妄想 而这个风潮主要想表达的是 只要相信自己 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也能够实现 简而言之就是拒绝畏惧 拥抱自信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而这个虚构词Dilulu 逐渐在欧美成为一个风潮 点燃爆炸式的浏览量 尤其对Z世代年轻族群 有时成为心灵自助的一种方式 我会做到 就真的有可能会成真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其实真的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你越是相信 它就是会改变你的行为 理论上这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可是Dilulu它有一个状况是 有一些人 他会过度的盲目乐观跟自信 比较好的方式是说 我们要去设定 合理清晰的目标 我们可以有一个 哇 超级大美好的一个梦想 想去实现 但是要有阶段性的小目标 藉由社群媒体的传播 传递正向思考的重要性 因为它更能应用到 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会引发同感 或许也反映了 在通膨疫情接种而来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买房等大目标 看似遥不可及 但至少给自己一个梦想 支撑继续前进的力量 这来自于一个 数位公民的时代 也就是说 他们的生长环境 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 有一部分的生活经验 并不是在真实的空间 而是在网络世界当中 这一种媒体上的 这一种能量 这种生活力 跟他们日常生活 所碰到的一种不稳定 跟挫折感 这两个加乘在一起 当然就会让 这个想象力在他们世界当中 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只是心理师也提醒 别过度追求 否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人际上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然后他不喜欢你 你很努力 再努力 其实就只是在骚扰对方而已 那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 就要练习去调整落差 因为在职场上 有时候不是说 OK 你做好这个专案 主管就给你升职加薪 他的回馈 没有来得这么及时 那我们可能在学生 转换到职场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底鲁鲁心态 类似弄假直到纯真 想要拥抱这个超正面用词 但究竟是帮助或另类的毒药 关键在于你的行动 别让自己陷入悲观低迷 在实现的路上 心中有目标 充满正能量 但追随妄想 并非不用努力 也不是所有事 靠着幻想 就能美梦成真 铁北新闻 连至久有宣台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